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如今届满五周年 克里米亚各地18号飘扬着俄国国旗 总统普廷也力临克里米亚 见证当地两座新发电站正式启用 至于正在力拼连任的乌克兰总统波洛申科则宣誓 总有一天会收复尸土 2014年乌克兰亲欧洲的示威群众 把立场亲俄的前总统亚努克维奇赶下台 俄国随后出兵占据克里米亚 并在当地举行所谓的公投 接着于3月18号依据公投结果并吞了克里米亚 成为俄罗斯的国土 虽然大多数国家不承认这项兼兵 被欧美制裁的俄国依旧我行我素 并在占领五周年之际 启用位于克里米亚南部塞凡堡等地的发电站 作为庆祝仪式的一环 而乌克兰除了失去克里米亚 位于东部的唐贝斯区 目前也陷入亲俄分离主义分子 与基辅中央政府的冲突之中 月底即将面临总统大选的波罗申科 17号则向选民承诺 他一定会带领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欧盟 并重新掌控原有的领土 尽管俄国声称在他们的统治之下 克里米亚开始欣欣向荣 但反对俄国并吞的克里米亚打打人 据传正面临俄国当局的压迫 现实情况薄弱表面的光鲜亮丽 俄国自由派媒体也报道 纳入克里米亚只是让俄国变得更孤立 让俄国人变得更穷 本月初只剩39%的俄国人认为 把克里米亚纳入俄国利大于弊 远低于5年前的67% 美国、加拿大与欧盟上周 在对俄国十多名官员与企业祭出制裁 以惩罚莫斯科当局持续侵犯乌克兰 不过目前情势开来 尽管俄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制裁压力 仍然没有退让的迹象 雍广边杨昭燕报导